欢迎收看本期流明学院室 今天要介绍的一款手电是来自在路上家的X4远射手电 打开包装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铝材质的手电 也有一层速封膜进行包裹 这样就保证了在运输途中 到达用户手上之前 几乎100%没有任何摩擦损伤的可能了 在包装内除了手电以外 还有原装的21700电池 一个黑色的手电保护套 以及下部的抱夹和充电线 在外观方面X4延续了在路上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式的颜色 6V偏棕灰色 那看多了那么多的黑色手电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也挺不错的 比较稳重耐看 在大小上X4作为一款21700手电 长度仅仅只有12.6厘米 与普通的中头21700手电对比明显有着长度优势 它的捅身相对来说也更加轻薄 同时整个捅身部分设计为三段式的过渡 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前部的侧按键 在前部 X4采用了非常精致的不锈钢实洗压环 有效的减少了杂斑 那同时不锈钢实洗的质感 我个人觉得会比喷沙好上那么一点 同时压环下部也采用了防水胶圈 不过这次在路上X4采用的是绿色荧光的防水胶圈 那在关闭后 骑则可以发出淡淡的荧光 在夜晚中可以比较方便的寻找手电的位置 在下部 本次在路上分别提供了两种版本的灯珠可供选择 分别是刘明拉斯的SFT40灯珠和柯瑞的XHP50.2灯珠 那在我们手上的是SFT40版本的灯珠 其在有着2100刘明峰值亮度的同时 远射距离也达到了502米 这在同级别的21710手电中有着明显的远射优势 具体液射效果我们将在后续来具体展示 在中部 本次X4采用的是一颗侧按键操纵的方式 同时这个侧按键和周围的固定环也是不锈钢材质的 在按键周围有一圈指示灯 那在开启时会显示电量 在使用按键后部的这个Type-C接口为其进行充电时 其也会显示当前的充电状态 个人对这个指示灯没什么意见 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它做的有一些过于暗了 同时亮起的部分也不够均匀 导致在一些角度下比较难以查看 在统身部分 这次X4采用的是块状的滚花 很大很暴力 我个人觉得可以应对绝大多数使用场景下的防滑需求了 在操作逻辑上 本次X4采用的是长按打开和关闭 单击进行换档 需要注意的是 X4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档位可供大家选择 分别对应的是四档 三档和一档亮度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需要 在三组不同的档位间进行选择 双击几亮 三击暴闪 信标等也都是配备了的 针对本次采用的参按键 X4也设定了锁定模式 在斜行时可以通过长按十秒的方式来进行解锁和锁定 在充电方面 本次X4出厂时标配了一个5000mAh的2170电池 通过按键后部的这个Type-C接口为其充电 我们实际测试下来 由煤电到完全充满 用时大概在3小时52分钟左右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实际页射效果上 X4的SFT40灯珠 搭配上特别设计的反光投射系统 其远射能力不仅在同级别手电中非常突出 放眼远射手电领域 在同等量度下 其也有着非常好的远射效果 同时该光碑也会将部分光通量分至泛光区 不会出现脚下黑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捅升温度一直在50度左右 总的来说相对发热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使用时需要注意温度 当然激进的温控较高的温度带来的是较好的高亮持续表现 那我们也尝试了在室内开启2100流明几量挡 大概在两分钟左右降挡至880流明 随后在第11分钟处降挡至650流明 并保持此亮度直至一小时的降挡测试结束 总的来说如果你想要一个便携 而且充电使用方便的21700原射手电 我个人觉得X4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其有着Type-C的充电接口 相对较小的体积 独特的颜色 非常好的做工 以及卓越的原射能力 如果本期视频对着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转发 关注流明实验室 带你看更多照明工具内容 守国光明何具黑暗 我们下期再见